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上次呢介绍了串联电阻的一个电路的特性 那我们今天呢因为电阻的电路呢有两种 一种是串联一种是并联 我们现在呢来介绍它这个并联电阻电路的一个特性 那我们先看它的定义 这边有两个电阻一个是R1一个是R2 那如果它是同一端就是AB端跟CD端呢 连接到相同的端点就是EF端 就是它这个A跟E还有C的电位呢是相同的 而且跟这边的电源的电位呢 这个带正的电位也是相同的 然后B端呢跟D端以及F端 还有这个负极的这个电源的负极的这一端的电位呢 是相同的 那呈现这样的一个电路的话 这种电阻电路呢 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并联的电阻电路 那接下去呢我们来看它的特性 我们先看这个等效电阻 就是这个电阻呢我们称为等效电阻 它可以带就是EF端的这个电阻 那这个电阻呢也就相当于这两个的并联的电阻的等效电阻 就是这个电阻所发挥的功能呢 跟这两个电阻并联的电阻发挥的功能是一样的 我们称为等效电阻 那并联电阻电阻它的最大的特性就是我刚讲过了 因为A端的电位跟C端的电位 还有这个正极的电位以及E端的电位呢 是相同的 所以它们的电位差呢是相同的 就是AB端点的电位差 跟CD的电位差 还有EF的电位差呢 是相等的 是相同的 就是这个等效电阻两端的电位差 这它一个最大的特性 那所以这个电流来讲 电源从这边出来 因为这边有个电厂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电流 那电流呢 到了这边我们说缤分两路 一路往上面去 这个上面的电流是I1 下面的电流呢是I2 那到了这边呢 再汇合以后再回来 所以等效电阻的电流 显然就会等于I1加上I2 那根据欧姆定律的话 我们就可以导出这个 等效电阻的导数呢 是这两个电阻的导数的核 那我们下面呢 来看一个立体 好 这边有三个电阻是并联的 它呈现一个并联的趋势 那我们先求这整个电路的等效电阻 那一句公式来解释的话 这个等效电阻的导数呢 是这三个电阻的导数的核 所以加在一起呢就变成二分之一 好 那所以呢 等效电阻就是两欧姆的电阻 好 那如果AB端的话 接上一个20伏特的电位差 好 那这时候呢电流呢 到时候缤分三路 那我们知道这个AB端的电位差 如果是20伏特的话 就代表四欧姆的这两端的电位差呢 也是20伏特 好 所以就欧姆定力来算它的电流呢 就是把电压呢除上它的电阻 好 所以很明显的流过这个 4欧姆的这个电阻的电流呢 就是5安培 好 有关这个并联电阻电路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